這電影裡面才會有的情節居然真實上演 這是台北市的萬華這一處國宅社區 有個竊賊 他假裝成是住戶混進了國宅 鎖定大樓的頂樓是互通的 所以呢就先搭電梯上樓 利用通風管道爬到被害人的住家 偷走價值五萬元的筆電 不過警方發現他根本就不是這裡的住戶 意思呢就先到這邊觀察周遭的環境 最後將他依照家中竊道罪移送整本 一陣電梯按下樓層按鈕 男子馬上轉頭對著鏡子撥弄頭髮 他Settle了好一陣子 不是準備見重要的人而是來偷東西 許多大樓的頂樓呢都是沒有管制的 所有住戶都可以上來晾衣服或是透透氣 沒想到這名竊賊呢 他也洋裝成住戶爬到頂樓 在連通隔壁下手行竊 只見這名竊賊走出頂樓樓梯間 手上多了一袋東西 他得手的是一部價值五萬元的筆電 而被偷的住戶更不解了 怎麼他住十二樓也會被闖空門 警方調查他沿著頂樓通風管道爬到下層住家 進到屋內行竊 世界的地點就位在萬華的一個國宅社區 一共有五棟大樓一千四百多戶 在小偷眼中根本是最佳行竊地點 國宅社區被人闖空門 居民只能自己提高警覺 加裝防盜設備才不會讓小偷 再有機會下手行竊 記者純上升級才會講不到